你是我们方家的福气 你是我们方家的祸性 老夫人 老夫人 怎么 你 宋墨 宋墨 承宇 走了 他心上说 你是我们方家的福气 你是我们方家的祸性 老夫人 老夫人 是我的做 没有护表辞周全 你明明知道 还竟做那些不容于人的事 害得我们方家得了灭顶之三业 宋墨别气了 夫人 宋墨别气了 宋墨 宋墨 宋墨别气了 宋墨 宋墨 宋墨害了我们方家 宋墨害了我们的 住手 老夫人 别打 住手 老夫人 小姐 高官是 可否让 秦来调研的人先一步出去 是 各位 今日家中有事 暂不接待调研 各位 今日家中有事 暂不接待调研 来 各位一步一下 各位请回吧 请回吧 各位 各位慢走 慢走啊 各位 慢走 慢走啊 慢走 对不住了啊 今日家中有事 就不接待各位调研了 请多担担 请多担担 保重 保重啊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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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孙 怎么回事 里面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老太太发了好大的火 打了君小姐 方少爷的亲生母亲 也帮着撕打 乱成一锅粥啊 都是一家人 好端端的 为什么打起来 不知道 距离太远 具体说什么 没听清楚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 是你害死了成语 这方家少爷不是 一阵失火死的吗 怎的 还和君小姐有关系啊 那就不清楚了 散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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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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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母 承宇还活着 承宇还活着 承宇 还要活着吗 承宇还活着 祖母 这是我和承宇 在京城定下的脱身之际 只是事发突然 没有来得及 与您和舅母商量 但是祖母 这出戏我必须要演 我要演给所有人看 因为只有这样主让 才能真的相信 承宇已经死了 承宇现在在哪儿 承宇很安全 你们放心 世子爷已经把承宇 送到了北地 那是陈国公的底盘 只是现在 我们还不便与他通信 祖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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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婆夫人 母亲 我让你白白挨了 这一巴掌啊 不白 只要这一巴掌 能让楚让相信承宇已经死了 这就值得 打疼了吗 不疼 九龄让祖母气坏了身子 九龄该打 我的傻孩子 我夸你机智 还是说你心狠哪 狠得都把自己也算进去了 挨打都在所不惜 祖母 快别气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